十里达机场将增建新的达克大厦 应付更多的乘客量 同时容纳一些原本在张仪机场运作的航班 以便为张仪机场腾出更多的空间 新的达克大厦预计2018年进攻 新加坡民航局和张仪机场集团今天宣布 已经为十里达机场的新达克大厦工程进行招标 预计今年10月会开始动工 后年年尾以前建成 新的达克大厦将设在十里达机场的东侧 不只会提供更多机场设施和服务 也能够增加机场所能够应付的航空交通量 到时建成后 现有位于机场西侧的达克大厦将停止运作 原本在张仪机场起向的双涡轮螺旋桨型飞机 将会转移到十里达机场 为张仪机场腾出空间接纳其他的客机 作为十里达航空园区的一部分 十里达机场建设新达克大厦 也有助于支持整体航空业务的增长